接着来关注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消息 在众人的祝福之下 陈光诚心情复杂的离开中国大陆 并于美东当地时间5月19号傍晚 抵达新泽西纽瓦克机场 随即转往纽约大学发表谈话 他首先感谢世界各地所有帮助过他的朋友 同时表示未来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努力 推动中国的正义与公平 请看本台记者来自纽约大学现场的报道 纽约当地时间5月19号晚间7点45分左右 陈光诚抵达了NYU纽约大学 那么在简短的记者会上他表示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监督中美间的承诺 以及中共对山东违法行为调查的承诺 晚7点45分左右 陈光诚乘坐的乡车 缓缓使进他即将下榻的华盛顿广场村4号 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人群 顿时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陈光诚手足拐杖 右脚还缠着绷带 在太太和美方人员的左右搀扶下 艰难地走下汽车 并走向记者会现场 几经周折我终于从山东东西谷走出来了 这取决于很多朋友的帮助 在最关键的时候 美国驻中国使馆给了我一个紧急避险的机会 让我躲过了最风险的时刻 还有美国政府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这二十天来使我有了部分的公民权利 对于他们的帮助 美国使馆还有美国政府的帮助 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也希望今后继续的得到他们的帮助 并且中美的这个协议 还有中国中央政府给我的一个 保障我公民权利和自由安全的这样一个承诺 并不是因为 并不会因为我离开中国而结束 它是一个长期的没有时效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断地去 监督这个承诺的旅行 在这件事情上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 比如说这个瑞士的 加拿大的 瑞典的 法国的 英国的等这些使馆 还有欧盟的驻华使馆 都曾给我打电话 表示支持 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 我希望中国中央政府 继续的这个解放思想 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实事求是的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 对于长期以来给我关注的各界朋友 特别是媒体界的朋友 还有中国普通的网民 到山东 林仪东西古村去看我 而遭受毒打的那些人 我真心的非常感谢他们 还有美国的普通的民众 对我的关注 我也都知道 我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我们看到这个山东 对我嘉宁的抱负 仍然在继续 我只是连获得律师的权利 都不能保障 但是幸好的是中央政府 曾经不止一次的给我承诺 就是说要对山东的这种 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彻底调查 那么这个事情还希望 大家都来监督 七年多来 我没能有一个周末来休息 那么我到这来 需要补充一下 这七年多来 我知识的欠缺 同时有一些身心上的修养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推动 这个中国的公平正义 谢谢 公平正义是没有国界的 那么在节短的新闻会之后呢 陈光诚就走进了 记者身后的这个building 这里呢就是4号 华盛顿square village 那么当记者询问 陈光诚计划在纽约大学待多久 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 他居住的地方 那么来自纽约大学 以及纽约大学law school的 公共关系成员 告诉本台记者说 这里呢是纽约大学的宿舍 那么至于陈光诚 在这里待多久 他们还不确定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 记者杨小梅在纽约的参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